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2月在基隆河坠河 造成了43人死亡 飞案会公布机舱通话记录 飞机在坠河前8秒 主飞驾驶才惊觉收错了油门 确认整起事故是仍为引起的 今年2月4号 附近航空G1235班机原定从松山飞往金门 却在起飞后三分钟坠落基隆河 飞案会上午公布飞航事故事实资料报告 机舱通话记录显示 飞机在10点51分起飞 起飞后一分钟 2号发动机就出现警告 当时主飞驾驶说 我把1号发动机收回 但监控的报告驾驶回应 好 现在是2号发动机 第一时间两人没有发现异状 10点53分09秒 飞机开始出现失速警告 接着两边发动机都失去动力 10点54分 主飞驾驶试图重新开车 但失败 这时候他发现油门收错了 8秒后飞机坠河 至于为什么2号发动机会出现警告讯息 飞安会调查 其实飞机一起飞时 2号发动机就因为接触不良 讯号断断续续 但两位正驾驶还是决定继续飞 这架发动机的2号就右边这个引擎在某一个时段进入到顺奖 所以我们想了解说为什么这个发动机会进入顺奖 所以我们对这个2号发动机也做顺奖单元称适 扭力的传输 讯号的传输线 它里面有一个部分 没有经过测试 也就是这个讯号会断断续续 另外飞安会在调查中也发现 飞机起飞后4秒 自动起飞动力控制系统就发生传输讯号接触不良 依据民航局规定 这个系统如果在起飞前异常就不能飞 但异常是出现在起飞之后 将检讨相关程序 预计明年4月公布正式调查报告 记者薛家蒋龙向台报道 飞安会公布复兴航机舱通话记录 直指失事原因是主飞驾驶关错了油门 对此 复兴航空表示 后续完整报告还没有出炉 将会全力配合调查 而主飞驾驶廖建宗的家人则是表示 这是专业领域无法评论 看着电视直播飞安会公布机舱通话记录 复兴航空失事搬机的主飞驾驶廖建宗家人 对于飞安会将失事原因指向驾驶关错油门 表示尊重专业调查 而飞安专家认为这架失事搬机的原厂设计 不论是哪一具发动机出现异常警讯 操作面板上都会清楚显示异常位置和处置方式 驾驶可以立刻切换为自动驾驶 或是当时机所员选择的手动操控 但按照标准流程 主飞驾驶宣告关闭一号机后 另一位驾驶必须附送 并且看着主飞驾驶进行操作 针对整起事故 父亲航空也在下午召开记者会 表示尊重飞安会调查 公司已经全面进行飞安提升 增补人力并且加薪 希望留住员工 在人力方面我们大概在航务机务 还有安管相关的各单位 我们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的人 那从今年的三月 我们整个全所有的员工 我们做了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六的调薪 父亲航空表示 去年澎湖空难 加上今年基隆核坠机 接连两起空难确实重创形象 目前平均载客率在六成左右 将会全力配合主管机关加强飞安 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联合报头条一样也是复兴航空空难 确认是人为疏失 再来看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的头条 一样都是 八仙乐园城报 已经造成了两人不幸往生 而事发至今大面积烧烫伤的患者 已经陆续一半出现了发烧或是感染的状况 进入和死神搏斗的关键期 而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 目前伤患总数有四百九十五人 其中病为人数高达一百八十四人 八仙城报意外进入第五天 由于许多病患都是大面积烧烫伤 陆续有一半以上的伤患 出现发烧或感染的状况 进入和死神搏斗的关键期 目前北荣已经有两名伤患 因为呼吸窘迫使用叶克膜抢救 而罹难者李佩云的弟弟 也在今天完成下肢轻创手术 医师表示发烧不一定是感染所致 但因为第一时间找不到干净的水源 不少伤患紧急被放进飘飘河降温 但河水不干净 组织已经被细菌侵入 这么大面积的烧烫伤无可避免 尤其是烧烫伤后的第一周 一旦细菌滋长到一定的数量 感染问题就会开始浮现 接下来要密切观察 只要伤患情况许可 就要陆续做轻创手术 根据卫福部的最新统计 目前伤患总数有四百九十五人 其中病危的人数高达一百八十四人 而除了北荣两名病患安装叶克膜之外 一名在卫福部立陶渊医院的伤患 病情急转直下 也已经安装叶克膜维持生命迹象 记者五有一个林国黄蓬耀 组特会报道 八仙乐园粉尘爆炸事件 大批烧烫伤病患 一下子涌进了各大医院 除了医疗资源 医护人力也严重不足 昨天两位来自日本的医师代表 就前往三种了解八仙伤患的状况 表示将对收治最多伤患的医院 提供医护人力援助 还捐赠人工皮肤料 细纱床等医疗援助 而卫福部从美国订购的 一百一十五片湿皮 预计今天晚间十点 就会送达桃园机场 穿上隔离衣 戴上隔离帽级口罩 来自日本的两位医师代表 进到三种的烧烫商中心 要来了解八仙承报伤患的医疗状况 将对收治最多的伤患医院 捐赠人工皮肤料 细纱床以及医护人员的援助 日本集中治疗医学会理事 释迦良人表示 虽然日本是有皮肤库 真皮组织培养技术 但最后病患皮肤移植 还是得用自己的皮 而除了医疗物资 第一线医护人员的长期疲劳 也令人担心 因此希望加强台日医护人力的支援 除了日方的援助 从美国订购的湿皮 卫福部也确定 昼午晚间会有一百一十五片抵台 总面积为三万七千四百八十八平方公分 目前我国总计向其他国家采购的湿皮面积达一百六十万平方公分 至于大陆海协会向海基会转达 打算提供价值两千万人民币的医治皮肤 卫福部表示必须先了解大陆捐赠的湿皮来源 记者物业林国黄 陈昌卫台北报道 八仙乐园承报案件 新北市府提出假扣押 失灵地方法院火速裁准了 而另一方面 检警昨天也约谈了五名特效的工作人员 要来了解当天舞台上的状况 新北市政府帮13位八仙承报商者进行首播的代位求偿 对八仙乐园 顽色创意以及锐博行销等三间公司 申请一亿六千九百多万的假扣押 不到二次小时 失灵地月就火速裁准 市府将尽快提出一千六百九十万同等金额的保证书 来查扣八仙乐园等三家的责任资产 要是八仙乐园反击 提存反担保金来解除假扣押 委任律师也不排除再扩大对业者申请扣押的财产范围 之后也将协助更多商者来进行第二波 甚至第三波的求偿 为了协助商者各界援助不断 在八仙乐园还遗留不少商者的物品和摩托车 有好心的业者专程到现场帮忙把这些机车 一台一台送回给商者 受伤者家属没办法来牵回他们车辆 那就有跟卢州分析说 如果我们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就给我们处以奋力 另一方面检警追查承报的原因 今天上午则约谈当时在舞台上 管控设备的四位工作人员 也再度找来特效人员 廖俊明要厘清事发经过 而探究承报的起火点 目前刑事局的监视中心 依据现场搜集的证物 正在赶攻进行鉴定 到底酿成这场承报悲剧的原因 是否和外界质疑的抽烟有关 就看鉴定报告结果何事出炉 记者蔡惠林 陈伯玉 新北市报道 高温发威 昨天台北市出现入夏以来最高温 摄氏高达37.5度 台北市环保局也特别出动了洒水车 在行道数比较少的主要干道 喷洒回收水来降温 虽然下午台北市区出现了乌云 不过薄油路面还是冒出阵阵热气 实际拿红外线侦测一侧 路面高温逼近摄氏47度 有车子经过甚至飙上七八十度 不过同样的路段有树遮硬却差很多 温度足足少了十多度 也因此针对缺乏行道数遮硬的主要干道 环保局派出洒水车来回洒水 只要在上午气温超过34度就会出动 而今年特别热 上个月就有16天达到高温洒水标准 而台北市今天是超级 比较还创下入夏以来的高温设施三十七点五度 板桥也飙上三十七点三度 不过高温明天会开始逐渐下降 预计周五一直到下一周这段时间当中高温水的时间应该有逐渐下降的一个情况 气象局表示从周五开始三天太平洋高压逐渐减弱 午后受到热对流影响容易下雨又助于降温 而台北市环保局说已经执行近五百公里路段洒水作业 未来会是天后随时待命替城市降官 记者里面吴家宝 陈保罗台北报道 这个礼拜三国内有四座电厂发生问题 造成倍转容量率 一下子降到了只剩下百分之二点四六 结果昨天用电量继续爆量 创历史新高 环保团体就批评国内的尖峰用电量管理实在是太差了 其实调度能力不足才会面临缺电的风险 连日高温让用电量节节飙升 周三有四座电厂故障 背转容量率只剩二点四六趴 周四继续探底只剩一点九趴 用电量也达到三千五百三十八万千瓦 突破去年七月十五号的历史高峰 对此立委批评 台电过度依赖积载电力 不好好检讨尖峰用电管理 才会让台湾逼近停电危机 环保团体认为只要台电提出好的政策引导 让全民跟企业配合 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 尖峰时段节电就不会有缺电危机 但以鼓励企业节电的虚量竞价制度来看 企业只要在电力吃紧时节电 台电会给予电费扣减 但实施的成效根本不张 台电无奈表示 台电已经很尽力宣导节电 但节电的诱因实在太低 用电量再创历史新高台电表示供电极为吃紧 也急声呼吁要节约用电 但环保团体认为台电应该有更积极的管理作为 以日本为例只要用电量激增 官方会发布紧急警报 甚至用电吃紧时 还会透过电信公司发布紧急速报 让民众配合关掉身边的电器 避免跳电危机 记者你们吴家宝台北报导 暑假到了 未成年贩毒也更加活跃 高雄市警方追查过去曾经在校园贩毒的未成年前科犯 发现他参加一个由审姓少年自主的庙会帮派 而这个帮派除了参加庙会活动 也吸毒跟卖毒 警方一共逮捕了11名成员 其中10个都是未成年的忠错生 警方见实际成熟 进到审姓少年房间搜索 果然找到十多包装有二级毒品的咖啡包 审姓少年只有17岁 却已经忠错 并且自组观音会 透过朋友和脸书聚集其他忠错生 一起参加庙会活动 但除了敲鼓抬叫 他们还吸毒卖毒 警方一号逮捕这个观音会的11名成员 其中有10个人都是未成年 家庭背景多是单亲或功能不全 假人不清楚孩子在外做了什么 但有三个人就有毒品前科 警方调查险性主嫌为了卖毒 持续向外吸收未成年 出估除了观音会的11个人 还有更多人透过他们取得毒品 正扩大追查 经过大约两年的秘密谈判和准备 美国和古巴在当地时间一号 正式同意恢复了中断了54年的外交关系 重开大使馆的日期定在这个月20号 届时美国国务卿凯瑞将是70年来 第一个访问古巴的美国外交首长 美国与古巴关系最紧张的时刻 就是古巴飞弹危机 两国也早在前一年的1961年 就因为美国支持的游击队 企图推翻卡斯楚政权失败 而断绝外交关系 从甘乃迪到欧巴马前一任的小布希 美国历经九位总统 和古巴的关系也是起起伏伏 政治分析家认为 欧巴马在外交政策上 中东方面可说是灰头土脸 而开放和古巴的关系 则是取得重大成就的契机 在各方的反应方面 支持这项决策的人认为 强化两国关系可以促进经贸发展 但反对的一方则批评说 古巴仍坚持一党专政 这种和解等于和魔鬼共舞 不过两国政府虽然都宣称要改善关系 但实际上还是有难以突破的关卡 例如古巴坚持要回关塔纳摩基地 但美国没有打算要归还 而古巴要求美国停止鼓吹 民主自由和人权 理由是这会颠覆古巴政府 记者徐佳仁报道 6月26号在台中无期海边搁浅的短支领航金 小五子 经台大海洋记鲸豚研究中心运回台南四草 抢救池抢救 在30号傍晚死亡 解剖发现他的胃里竟然塞满了将近三公斤的塑胶袋 甚至还有来自纽西兰的垃圾 这显示台湾周边海域 环境十分恶劣 导致了小五子误死而死亡 这只短支领航金未满一岁 大约135公斤 体长两米半左右 他是在26日在台中无期赶被救 最后送到城大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照护 但却在30日传出身亡的消息 工作人员解剖之后 发现胃里面竟然塞满无法消化的塑胶袋 造成他的死亡 等到死完以后 我们解剖发现他胃里面有大量的垃圾袋 这个会造成他的营养不良 就是他没有办法再正常的进食 所以身体衰弱 救援团队更发现其中一包垃圾袋当中 发现塑胶袋是来自纽西兰制造的包装纸 让工作人员非常讶异 他的主要来源是我们从包装来看 是一个从柳西兰出产的食品的包装 不过是不是从那么远的地方吃到这边来 我们不知道 这只鲸鱼经工作人员细心的照顾 但是最后却因为塑胶袋而身亡 工作人员形容这就像吃下整包家庭垃圾一样 令人感到非常难过 也希望藉由这次的事件能够唤醒大家对于海洋污染问题的重视 记者温正恒他的报导 今天的手语新闻通就来学学鲸鱼的笔法 比出鱼的手语再加上喷水就是鲸鱼的笔法 鲸鱼 是不是很简单呢 学完的手语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要告诉您 从今年7月开始 只要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气象局台风快报记者会 一天都会有两场的同步手语翻译 JR西日本に入った連絡によりますと 25分ほど前になりますが 兵庫県天ヶ崎市のJR福知山線 天ヶ崎駅と塚口駅の間の踏切で 電車と車が衝突しました 今日もJR西日本を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 天ヶ崎市のJR福知山市のJR福知山市のJR福知山市を JR福知山市のJR福知山市のJR福知山市を 要让听障朋友 能够更正確 直接的获得第一手的台风动态 还有气象防災消息 气象局花了一年的时间筹备 终于在7月要推出台风快报同步手语翻译服务 只要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上午11点40跟下午5点40的台风警报记者会都会有同步手译 而万一无法及时收看还可以从网路来看 台风最新动态 气象局讲得很清楚 但是没有手语翻译 使用手语的听障朋友也无法确实掌握 但是从7月开始 听障权益向前迈大步 只要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气象局的台风警报记者会 上午11点40分跟下午5点40分的记者会 同步会有手语翻译 而如果错过了 也不用担心 网路的手语版本会更详细 要让听障朋友更正确 直接的获得第一手的台风动态 以及气象防灾消息 气象局一点都不马虎 花了一年的时间研议筹备 请到了李正辉 王新强 许京桥 以及肖匡宇等四位经验 非常丰富的手语员来轮值播报 今年事半如果能够获得 听障朋友热烈回响 未来将扩大服务 那我们也在思考说 如果效果好的话 我们在想说以后 是不是有重大的天气的现象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这么扩展出来 服务这些听障朋友 有关于重大天气的一些灾害 有可能带来的防备等等的 让听障朋友能够更有一个安全上面的保障 今年是圣英年 气象局预估七到九月台风将会变得更多 而且一旦侵台强度至少中度以上 听障朋友一定要多加利用气象局新推出的台风快波同步手艺服务 才能够做好万全的防台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天气 今天高温比昨天稍微下降 台东地区仍有机会会出现焚风 而各地都会有午后而振雨的机会 而至于气温方面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详细资料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公事首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美的旋律带着您一同回到公事频道 那些年我们的歌